俄乌开战两个多月 说得出名字的寡头几乎全登上制裁名单 这一位却逃过一劫 乌克兰寡头菲尔塔什因为低价买进俄罗斯天然气 在乌克兰迅速致富 赚到第一桶金 这会因为祖国陷入战火 还特别在企业总部开辟作战指挥室 遥控救援事宜 尤其从电视转播目击布查等地的俄国战争罪行 更让他无法做事 只不过爱国商人的形象却有个不光彩的背景 因为他遭到美国指控跨国洗钱等不法行事 甚至与普丁过从胜命 因此潜逃奥地利维也纳 尽管在镜头前振政有词 强调自己人在奥地利 心在乌克兰 但受到俄罗斯坚持与全球作对影响 可以看出寡头不分国籍 已经人人自为 三点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